就是我覺得 當然看到好幾個點都覺得好震撼 然後第一個當然是大自然的力量 真的很恐怖 再來就是 家人親情的那種連結 然後最後看到人性那種很光輝的一面 當然也有很殘酷的一面 現實的一面 就是他們在求救的時候 可能你要接個電話都是有困難 但是我覺得從這部戲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來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然後去感受 然後感激 然後就是珍惜身邊擁有的一切 因為自己父親是名古空難過世 突然間失去親人的那種感受 其實看完這電影好幾幕 就是會浮現當時十幾年前那個 一個畫面 因為在體育館那個 認識的那個一具一具屍體 我當時的父親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 人生當中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想想說 為什麼會是我碰到 但這個電影 給大家帶來一個很正向的訊息就是 人在最困難的時候 其實除了保留盼望之外 你還願意樂於助人 因為在最後其實大家都在困難的那個階段 和面對死亡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還是願意去伸出援手去幫助一個小男孩 然後到後面 其實最動人的就是 我覺得這個媽媽 一直以他兒子為榮 即便他離開這個世界 他可以好好的教育這個孩子 是一個正常的人格之外 也願意樂於助人 所以這部電影我覺得 大家一定要看 因為在這麼困難的一個社會環境 和氛圍的情況下 其實保有盼望 然後也願意幫助別人 這是這個社會急需的正面能量 謝謝黑人 謝謝何范